大家好,这个茶花养护到现在已经到了很关键的时候 为什么说这个时间很关键呢 因为现在这个茶花已经开始漏色了 它的花苞已经开始出现一点花朵的颜色 那么在这时候有三个雷一定不要踩 不然的话在这个时候还有可能会掉花苞 第一个雷这个茶花冒出花色之后 不要再给它晒太大的太阳 平时就给它一点散色光 但是也不要遮阴 也就是半光罩的条件下面来养就可以了 如果光罩太强的话 很容易就导致它这个花苞的根部出现刚枯的现象 所以这个光罩一定要控制好了 第二个就是肥料 在现在这个阶段就要停止给它施肥了 因为这个茶花露出花色之后 一两个星期之内就能够开放 所以为了这个茶花能够安然的开放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就要停止施肥 如果你的茶花它的花苞还是很细小的话 就可以继续施肥 如果达到这种漏色的状态 就不要再施肥了 还有第三个就是不要再给它喷叶面水 因为这个花苞一旦里面积水了 这个花苞很容易就腐烂掉 这个关键的时候腐烂掉这个花苞就非常的得不偿失 所以平时我们浇水直接往它喷土里面浇就可以了 不要再喷叶面水 避免这个花苞出现掉落的情况 只要避开这三个雷 这个茶花在养伤一两个星期之后 就能够顺利的打开 然后就能够散到美美的花朵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